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后有15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前往参观访问和考察 事实也证明了这里是高度文明的生态社区 生命财源第二家园既不是宗教性质的组织 也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 而是一群有着不同生活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 自愿组合成一个大家庭 来追求一种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高尚文明的有尊严的新生活模式 生命财源第二家园创建四年半来 从没出现过任何违法乱纪现象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从没有反对过政府 从未给社会带来过任何的麻烦 与附近村民和邻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 淳朴 真诚 守信 并且将每一所分院的环境 建设得非常生态美观 被人们称为真正的世外桃源 生命财源第二家园不属于任何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可以发号失恋的权威 一切都是自觉自愿进行的 没有上下级关系 大家一律以兄弟姐妹亲人情人相称 从不开会 从不集合起来搞宗教兴致的仪式和活动 也从不修炼什么功法 除了游戏活动和晚会活动 及集体劳动活动 偶尔到附近的名胜景点旅游活动 除了星期一和星期三傍晚举办学习 星期五傍晚举办 家园生活会 再没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活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生命财源及其第二家园的一切活动 全部是向社会公开的 我们从没有做过神神道道的事 从没干过偷偷摸摸的事 英云南省政府担心生命财源第二家园会演变成非法组织 对其和社会造成威胁 所以在为得到中央政府的明文法律文件下达之前 决定私自非法强制前三家园的成员 于是针对生命财源第二家园三所分院的一系列非法强制前三行动 从2013年4月25日起进行一直持续到现在 2013年4月至2013年11月19日 位于云南省楚雄市 少温村原乔家宝 龙家乐狗原的生命财源第二家园之第三分院 遭到楚雄市政府策划的强行遣散 4月25日起开始 断路断电断电话线 回吊大门半年无人问津 11月5日起遭受 五六个政府部门及三四十个当地村民 每日围攻威胁 以政府真谛和租赁合同无效为理由 不肯出具政府人员身份证明 没有任何法律和政府文件 迫使房东强制解除合同 期间不允许拍照录音和摄像 40位在住成员 于2013年11月9日到19日 被迫撤离第三分院 且没有获得任何的赔偿 2013年11月27日至今 随后当位于楚雄市第三分院 于2013年11月19日开始被非法侵占后 位于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 靠近雀普厂村的第一分院 于2013年11月27日 开始收到房东迫于安宁市政府的压力 要求强制解除合同的通知 截至到2014年2月5日 第一分院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遭到当地政府进行的断电 断水断路 砸毁发电机等非法遣散行动 2013年11月28日至今 而位于云南省宁仓市宁乡区近雾老山 国家森林公园的第四分院 也于2013年11月28日 收到当地村民要收回土地 且告知我们与房东所签订的23年注定合同 是无效的通知 且从2013年11月30日起 第四分院遭受到被当地政府强制断水 断电 且唆使村民来围攻 撞开大门 强抢拍照手机 推伤孩童 夜晚骚扰 往院子里扔石头 砸烂太阳能热水器 堵路 长时间高分贝 喇叭法制宣传等非法遣散活动 接着到2014年2月5日 四分院基本被封锁 大门前时钟停的司法车辆 两边公路34公里处 24小时都设立关卡 专门订着家园车辆和人员出入 且不允许任何记者媒体 或者外来人员的进入 另外 于1月17日得到最新的消息 林仓市林业部门 将于2014年2月5日后 开始拆除第四分院 顺便长运第二家园之第一分院 成立于2009年4月 位于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 靠近雀普长村 经过四年半建设 已成为环境宜人 和谐优美的市外桃源 目前常住人口48人 该分院于2013年11月27日起 遭遇当地政府非法强制遣散行动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两年半的建设也成为了草木、葱裕、花辽缤纷一场美丽临镇的世外桃源 该飞燕于2013年4月25日起遭遇当地政府非法强制遣散行动 且于2013年11月19日成功地被当地政府非法侵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残云第二家园之第四分院成立于2011年8月 位于南省宁仓市宁祥区近吴老山国家森林公园 两年半时间内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整体设计到建造 这里的成员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将原有的荒滩野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 此分院已接待过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位国际友人的来访 目前常住人口为65人 该分院于2013年11月28日起遭遇当地政府非法强制遣散行动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残云第二家园之第三分院 遭当地政府强制遣散过程 地点 云南省楚雄市少湾村原乔家堡龙家乐狗园 2013年1月8日 云南省副省长丁绍祥在一群公安干点的陪同下 来到位于楚雄市的第三分院 在于一位赞助成员聊天时提到 我不是政府的只是好奇 所以来了解一下 我也想创建一种这样的生活 我有一个问题 万一政府取缔你们怎么办 那假如市里或村里要征用这里的土地 就是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待了 怎么办 我们当时的回答是 要是政府征用 我们配合 只要有正规的书面法律文件和合理的补偿 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建设家园 2013年3月6日 三分院所在刷湾村的村委通知我们 政府要征用三分院所在土地 理由是 村民没有地方居住 但没有出去任何政府文件和书面通知 2013年3月到4月 协商未果 当初合同市购买土地19年 以54万买下 合同住民 若违约赔偿金为10倍 加上两年的人力物力投入建设 此分院已变得非常温馨秀丽 美丽一人 因此我们要求至少赔偿500万 但是村委代表不同意 还声称 我们可以将所建好的房屋和改建的道路 划分池等搬走 2013年4月25日 进出三分院的唯一道路早晨被挖断 电源线今日上午被切断 电话线今天下午被掐断 三分院的几十位兄弟姐妹被困在山里 2013年5月17日 三分院大门围墙被推倒 半年内 我们向当地派出所反应后 派出所及政府人员多次来查看情况 但未做任何的处理 2013年11月5日 以村委会名义的村代表20人 协同公安局当地派出所 森林公安局 民政局 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土资源局 陈建局等几十人 没有出具政府人员身份证明 没有任何法律文件 没有政府文件 来到三分院要求生命产院 第二家园创始人雪峰 前往协商土地征用之事 2013年11月6日到7日 生命产院第二家园的创始人 雪峰与村代表协商 村代表单方声称 第二家园手中的合同是无效的 且态度蛮横无理 无视法律 只一味要求收回土地 7日谈判结束后 将三分院的大门 拆卸了一半 扔在草丛里 全过程禁止拍照 摄像 2013年11月8日 为保护每一位社区成员 不受伤害和屈辱 生命茶园第二家园创始人雪峰决定放弃第三分院 彼此协商好 23日全部撤离 政府和村代表当即要求强行结束合同 且不赔偿一分钱 之后各政府部门人员继续要求 赞助成员就地解散回家 2013年11月9日 政府人员将中巴车开进三分院 且联系了三分院成员的家里人 诽谤创始人雪峰是大骗子 声称是将这里的成员们拯救出去 要求成员们回家生活 并联系了成员们的家里人要将成员强制带回 根据当时在住成员的实况报道 政府人员遣散话语中 对创始人雪峰的污蔑诽谤如下 雪峰是大骗子 你们看到的是表象 实际上他是个大骗子 他在这里浪费你们的青春 你们不要想着去第一分院或第四分院 马上回家 因为政府马上对一分院和四分院 也要采取同样的举动 你们整个家园在云南省最多再待两到三个月 都要回家 在中国就别想发展了 2013年11月19日 40个兄弟姐妹们安全从第三分院撤离 搬到其他两个分院中生活 位于云南省楚雄市的第三分院 被当地政府成功的非法侵占 且至今没有给予一分钱的补偿 这是彻离市的三分院照片 那是否贤人家和四分院导致 是否赚人家和三分院照片 我应该是不一样的补偿 在中国有关于三分院照片 你不想到四分院照片 在中国有关于四分院照片 不想到三分院照片 我应该是不一样的补偿 在你却在中国有关于四分院照片 市民茶园第二家园之第一分院遭当地政府强制遣散过程 地点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靠近雀铺长村 2013年11月27日 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来到位于安宁市第一分院了解询问情况 同时房东通知我们他们想结出合同 其中一个房东说 他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无奈之下这样做的 2013年11月30日 其中一个房东再次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说 要强行收回土地 撤销原养合同 原因是自己承受不了上面那么大的压力了 2013年12月3日 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政府三人要求我们在两三天内计算一下 一分院的财产情况 并向镇政府汇报 然后由相关评估机构来重新评估 提出折中方案给我们补偿 随后解散家园 理由是我们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 属于非法组织 另外因为楚雄市已经成功的遣散了我们 所以给他们的压力很大 只能向楚雄市学习遣散我们 2013年12月5日 村委会的代表 来到一分院表示说 政府要收回土地 我们要求他们出示相关的文件 并告诉他们 只要中央政府没有把我们定性为非法组织 我们就不会搬离 2013年12月7日 房东们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 说上面压力太大 要求解除租赁土地协议 2013年12月12日 创始人雪峰写文 接受政府指令 结散第二家园 2013年12月13日中午 昆明政法委书记等一行十人左右 来到一分院查看情况 创始人雪峰写文 解散家园步骤 希望政府千万不要避得太紧 解散家园牵涉到第二家园 老老小小一百多人 要求政府给我们充足时间 集合力的补偿 2013年12月14日早上 一分院的凤凰侠房东 送来解除与家园先运图文设计公司 土地租赁合同的通知 合同终止日期为2013年12月20日 解除合同后 产生的违约金等费用 由双方共同协商 若协商未果 现运图文设计公司 可上诉至安宁市人民法院 进行裁决 2013年12月15日 由于政府出尔反尔 不讲信用逼迫一分院一处租地 凤凰侠六日内搬出 且不给予任何的补偿 他们说让老人去敬老院 而年轻人的话 自己解散回家打工 他们还说我们很多建筑都没有获得批准 因此属于违法建筑 在这样没有人性的前三下 全体成员们决定不解散家园了 2013年12月19日中午 公安等十多人来到一分院和总助院长 交谈做思想工作 言下之意还是希望我们能自行解散 2013年12月30日 下午一名国内知名媒体记者 到达一分院 2013年12月31日中午温泉镇 武装部警察街道班师处 公安部宣传部一行人突然来到 首先查看了该记者的证件 然后又邀请吃饭的名义把记者带走了 记者当时要求下午还要回来 但这一行人却要求他 把行李带上 记者随之离开后未返回 晚上8点 香港某传媒三位记者人员抵达一分院 安宁市公安派出所的人员十分钟后赶到 称要为他们做登记 警察们让他们出示记者证 并问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2014年1月1日 上午温泉镇派出所理所长 街道办森林防火部门等几位人员 又来询问香港记者们来家园的目的 中午1点左右 温泉镇武装部警察派出所 街道办师处等人员 趁要请香港记者们吃饭 记者们说已经吃过了 婉言拒绝 2014年1月2日 三位香港媒体记者们走后 温泉镇派出所 街道办不断给家园院长助理打电话 询问他们走了没有 到哪里去了 以及电话联系方式 2014年1月7日 一分院蓄水池的供电停止 喝水的抽水泵 因为无电无法运作 一分院亲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2014年1月8日 看水处抽水泵的电源线被切断 原因是供电的铁路公司表示不在供电 傍晚5点半左右 一分院的凤凰侠电源线也被切断了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 安宁市政法委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 安宁文体广电旅游局温泉镇派出所 国宝大队10人左右来到一分院 交谈中 有人还是表示希望我们在一个星期内 撤出家园 2014年1月12日 上午9点左右 一分院的圣贤院的店被断了 2014年1月17日下午4点45分 一分院聚仙台陈仙谷和沃龙港都被停电了 一分院全面停电 同时下午政府开始用挖掘机修理一分院通向山下的那条主道 施工道路上有个大土堆挡在路面上 一旁留给人走的路约有一米宽 但很显然 车子难以通过 同时去往一分院凤凰侠的小路两处被大石块堵上 一处被挖了大约一米深的大坑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傍晚 我们得知抽水用的水管一共被结成了十一节 一分院开始全面处于断电 断水 断路的阶段 全面積环和海洋 随便财运第二家园之第四分院遭当地政府强制遣散过程 地点云南省林仓市林祥区近五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处 2013年10月28日 当地村委会房东当地技校的副校长等七个代表来到位于林仓市第四分院 他们说当地村民想收回土地 因此我们和房东签订的23年合同法律上是无效的 2013年11月30日上午9点 40多人来到位于林仓市第四分院 他们拒绝出示身份证明 随后野蛮地踹开大门 四分院一成员听闻动静 掏出手机准备拍摄 对方人员看到后迅速上前采取殴打手段强抢手机 四分院另一成员准备上前阻止事态恶化 被对方人员用蛮横无力掐住其胳膊 使其不得动弹 小孩子们也被这样的场面当场吓哭了 对方还放话 不要跟我们讲法 我们是村民不需要身份证明 不开门我就揣门了 谢你们十日之内搬你此地 下午 四分院的一根接通水源的主水管被人恶意损坏 在这里 我们是村民的西装 合逸 我们没有朋友叫了 我们没有变客 你们跟不去 突然说 你怎么跟不去 有没有跟别人去呢 他们人学不下人了 他们没有拿不是家人 他们把他 손把他搬下门外来了 你不拯救了 你不加油 会拿出一些给你们来 你在那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去睡了 我就说你们 我老家和你 你快走 我都想你 你哪都想你 少不你 早不 树栗下40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12月1日 中午12点左右 四分院突然被人故意断电 现在我们开始使用发电机发电 2013年12月2日 我们交官用的主水管被肆意破坏 当天上午 家园成员将损坏的主水管修复完整后不到一小时 离被完整修复的水管10米处再次遭毁 包括连同我们的基本生活用水水管也一并被毁坏 下午1点44分 大约有10个人驾驶摩托车 将距离家园大门5米处的10年瓦推倒 然后迅速逃逸 不远处有6个人大吼大叫 威胁恐吓 严重扰乱和干扰家园日常生活秩序 夜里11点45分左右 一群人开车在家园围墙外扔石头 砸毁防护围墙 然后迅速逃逸 不远处听到他们歇斯底里的嚎叫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远处的地方 他们野蛮地用脚踢大门并对我们大声吼叫 威胁我们说10天的期限快到了 我们必须离开 我们拒绝打开大门 还有四五个人站在外面的马路上 往我们的围墙上扔石头 把我们的部分围墙弄坏了 我们的太阳能也因为被他们扔石头而严重损坏 无法正常的工作 夜里12点左右 一些人再一次骚扰四分院 他们向我们扔石头大叫 然后很快地离开了 我无法打开了 你给我站好 我还用这里 我现在把人给你摔了 我会在你摔掉 你摔下去 我会在你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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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点 你捏 vapor 你已经把我保饿了 生气快保饿 那等洗手 要等洗手 你一天就熟了多少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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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사랑 我 我 是 我 你 你 他 你 那 我 他 你 他 你 我们的枝盘 你倒啊 你倒啊 你倒他 就把他动手了 你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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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倒着 这是你家的 这是你家的 这是你家 你走 你咱们把他做 你给他做 你把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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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为人父亲 对不对 你带他帮他做 你带他做 你带他做 我给你 随便你只排着吧 水里边 当然了 我得上你只排着 我跟你说 别那么嚣张 你又进来不及时 杀人就这样 杀人不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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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走 等110过来 可以 他们开来 你再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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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竟然还骑四十 ciento 给你们一招 你还怎么 你我们这实践 实践是快到了 实践实践是快到了 你先踢 你先踢 在本事再踢 他自己是这样 你揍什么 你揍吵了 多少钱 你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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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你自盘的我觉得不要 你别按照你应该跟我认识 你给我认识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自盘的你干 换你出的 我喜欢你 我哪里是我们的自 你是哪个人是哪 你不要打我们 我们又不是在你们那里住的 你拿出这么难 不是上书 我们的自盘 就是我们的自盘 你给我找我们的自盘 你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哪里 你给他住 打啊你打啊 赶快打 打啊 你打打 就这样多了是吧 妈妈妈 屁 如果有人到你们家去住 你们到110过来 这是你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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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 你快点 你妈妈妈 你这些我都不清楚了 你这些我都不清楚了 你给他出发的 都说不了了 你这些我都不清楚了 你们看来可以 我来 抗牌 你来抗牌啊 你再抗牌 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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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没看吗 别看 我别看这个 你又没看 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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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指盘 这就是我的针 不是 你听我说 我没看见你 是吧 这是我给你追的 这是我来说 你敢敢自信了 我就来 我觉得你追 你管你可以找 2013年12月7日 政府林业部门 对我们实施罚款 罚款金额168,012元 理由是违规建筑 责令我们在两个月之内 恢复林地原状 限时最后三天给予答复 2013年12月10日 森林公恩再一次前来 并出示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知我们需在15天之内 缴纳人民币 168,012元的罚款 并责令我们在两个月内 恢复林地原状 两年来我们保持了原有的生态 将原来的荒坡进行绿色掩护 共种植了2700棵树 培育树苗600株 两项合计为3300株 政府的林业部门要求我们 在两个月内将49间住房 重新恢复为荒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12月11日 当地派出所公安及国保大队的人员 前来告知我们必须解散第二家园 2013年12月12日 创始人雪峰写文 接受政府指令解散第二家园 2013年12月15日 由于政府出尔反而不讲信用 逼迫一分院一处租地凤凰峡辖 六日类搬出 全体成员们决定不解散了 2013年12月18日 下午3点半左右 院长和一位兄弟去检查一处 毒水云的情况 他们发现水管被严重的损害 并被砍断成34节 暂落在路上 估计是中午或午后被人砍断的 综合多房资料及证据推断 我们发现 云南省副省长丁绍祥 与第二家园此次受迫害事件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创始人雪峰在中文网上写文 云南省副省长丁绍祥 与第二家园遭受的迫害有关 晚上9点左右 生命残余的三个中文网站 在中国被屏蔽 2013年12月24日 临仓市森林公安局派法制宣传车 到四分院大门外100米处 用高音大喇叭队的家园方向 宣传森林法 婚姻法 未成年人教育法等法规 2013年12月26日 市公安局副局长 治安大队队长 来到四分院 告知 政府遣散第二家园的决心未变 要求我们早日自行解散 2013年12月27日 国内一知名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报道第二家园生态社区模式 以及近期事件 该记者在第四分院期间采访了 创始人雪峰 第二家园成员若干 盲畔乡 17个当地村民小组组长之一 2013年12月30日 该记者前去采访区林夜局 区公安局派出所 得到的答复是 需经过区人民政府新闻宣传办 同一方能接受采访 记者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宣传后 新闻宣传办称此事 先不要报道 压一压 2014年1月1日下午1点到6点半 林仓森林公安车开到四分院大门口 堵住四分院通向外界 唯一道路5个半小时 下午3点到4点间 我们修复的生活用水水管 再次被不法分子破坏 在我们前往查看经过 停靠载 大门外的法治办车时 车里的警员探头问道 你们干什么去 晚上6点 我们致电林夜局领导 抗议他们公然堵入违反宪法 约20分钟后 他们将车驶离停在距离 大门约100米处的沙场 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离开 来多 ост的 在这边 在这边 从正前从 上 不仅是不必 不仅是不可以 不仅是不想是不想是 的 2014年1月2日下午2点 第二驾驭两位成员前往区政府法治办 查阅宁业局就行政赋予递交的变状及相关证据 汽车开出大门约5分钟后 与交警警察及两位警员安全检查 检查了驾驶员的驾驶证 行车证 两位成员的身份证并登记了信息 同时询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且要求打开汽车引擎盖及后备箱 前后花费近10分钟 检查完后其中一位中联交警走到路边树下 背对着我们用对讲机小声进行信息汇报 期间我们目击其他上下山七八辆机动车 汽车都迅速通过 司机和乘客都不需要下车 从上午11点40分到晚上10点30分 森林公安局法制宣传车用两个高音大喇叭队的家园驻地方向 持续高分贝的宣传森林法规等条例 严重干扰了家园亲人的正常休息 晚上9点多 我们拨打了110 110公安说会很快过来处理 但一直没有来 在晚上10点20分 雪峰导游打电话给市公安局 让他们停止此非法宣传行为 最后在晚上10点45分 他们停止了广播并且开车离开 4月12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音喇叭的播放直到11点才结束 2014年1月5日 准备前往家园至第四份院采访的香港媒体记者三人 被林昌市十多个编译警察跟踪和监视 并且被林昌市外事办副主任杨凤梅难节 告知他们 一则因为家园附近在森林防火期间禁止旅游者前往 二则是因为有关生命残缘第二家园的事宜 因省和市政府的要求不允许采访报道 最后也在外事办和相关人员的密切协助配合下 香港记者三人订了当日的机票和我们做了告别 当天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告知我们因森林防火 家园附近地段处仅有的两个出入通道道路点 都有检查站对来往车辆和人口进行检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4年1月7日 北京人物电视台记者前阳终于抵达家园 2014年1月8日上午10点多 是公安局副局长和曹信官员来到家园 在和创始人雪峰座谈的过程中 同时分头与北京人物电视栏目 记者前阳交流 中午时分 以吃饭为理由将记者前阳带走 下午4点左右 公安陪同北京记者前阳回到四分院 在公安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下 他收拾行李离开家园 我们从中得知他和我们之间的联系方式QQ 电话短信等内容公安部门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家园危机越来越严重 四分院基本被封锁 大门前始终停着司法车辆 两边公路34公里处24小时都设立关卡 专门盯着家园车辆和人员出入 2014年1月9日下午3点半左右 四分院上空飞来一架直升机 在家园驻地上空反复盘旋近两个小时 四分院上空飞来越多的地方 我肯定会变比较大型 《许多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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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我们家园第四飞行所在地和驱灵夜局纠纷一案已确定开定时间为三月初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